- 左 - 左 - 怎么了 - 左 - 对不起 - 都是因为我 - 我现在就去找系主任 - 是我破坏了学校的规律 -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- 胡小满 - 事情已经这样了 - 你无论做什么 - 都只是把自己搭进去 - 可这都是因为我造成的 - 是我连累了你 - 而且我知道了 - 如果你有了储费 - 就不能优秀毕业了 - 安宁找过你了 - 左 - 这件事无论如何 - 都不应该成为这样 - 你是好心帮我 - 如果我没事 - 反而你有事 - 那我岂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了 - 我顾小满每天对着镜子 - 我都想打死我自己 - 那你有没有想过 - 我根本不在意优秀毕业呢 - 不 - 难道 - 在你眼里 - 我就是那种在意虚弦的人 - 当然不是啦 - 我不在乎 - 反倒是你 - 我 - 你答应过我的 - 要拿奖学金当补课费啊 - 如果有了处分的话 - 就拿不到奖学金了 - 这我 - 就这样吧 - 所有倒霉 - 我根本不想解释 - 解释多了的话 - 让全校的人知道我在给你补课 - 就不合收是了 - 可是我觉得 - 还是哪里不太对 - 别想了 - 大脑活跃的脑细胞 - 是有一定数量的 - 你每思考一件事情 - 就会死一批脑细胞 - 现在考试当前 - 你还把这么珍贵的脑细胞 - 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 - 难道 - 你不想给我补课费了吗 - 不是啊 - 那快回去休息 - 熬夜也是会死脑细胞的 - 左安 - 补课费 - 好 - 我现在就回去睡觉了 - 左安 - 正好 - 谢谢你 - 还有 - 还有什么 - 还有 - 还有我喜欢你 - 但是 - 我怎么能在你又被我连累的这个时候 - 告诉你我喜欢你呢 - 左安 等我拿到奖学金 告诉你一件事吧 现在不能说吗 时间不对 那我回去了 晚安